都知道日系车省油耐用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以下这三款这些 它真正的良心 价格方面一路从15万 跌至8万多 不仅省油耐用 性价比还非常的高 非常适合我们穷人去入手 第一款本田XRV 这款小型SUV的销量 也是非常火爆 就算对比大众探影 它还是处于完胜的存在 而且颜值方面还非常的高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本田XRV呢 开出去也是不掉面子 并且当你了解过 它的优惠之后 会毫不犹豫的去入手 这大价119,900到152,900 优惠44,000 入门级版本现在8万多 就能够拿下 那价格这一方面 也是展现出了很大的诚意 以前这款车的之前 定价可是高达18万 现在狂降了10万 头头的性价王 动力层面入门级高配 达到了1.5升CVT 油耗能够低至6.3 马里能够达到124 不能说给到你 特别强劲的动力表现 但最起码它省油耐用 质量好 而且后期养车成本低 我们上班族入手 这款车后期养车无忧 它达到了4米380 头去来每610 无论是后排空间 还是后背向容积 这款车的表现 都是要比太阳大 要不然它怎么被称为 空间魔术师呢 现在这款车的价格 分明一降再降 入手的好时机到了 对此你会喜欢吗 第二款日产销克 这可以说是日系 最良心的SUV了 而且它与CRV 是同级别车型 在商量方面 更是要胜过CRV的 现在新款车型 也是已经上市 但是它降价不减配 那颠覆了 我们对日系的 以往的印象 只不过新款车型 达的是1.3D发浪机 预备CVT变子箱 虽然马力 也是能够达到158 但是优惠后的价格 是129,900 但其落地 怎么照页的 145万了吧 这对于我们家用来说 有点不划算 而我还是建议考虑 它的2.0生自然吸气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 11万出头 性价比非常的高 并且达得耐用的 2.0生发浪机 CVT变子箱 养车成本低 省油耐用 夫妻保值率高 价格方面还比较合理 那难道不比如 除CRV划算吗 运动方面也是非常宽敞 在兰斯米401 小级2646 车里的配置 也是非常实用 我们老百姓 入手照管车准没错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本田思域 不得不说 照管车的颜值是真的高 深受我们年轻消费者的认可 而且照管车 在动力方面 也是比较强劲 大家打了1.5T发浪机 预备CVT变子箱 马力能够达到129 油耗能够低至5.5 这是低功率版本 高功率版本 马力能够达到182 油耗能够低至5.8 价格方面从14万 一路跌至9万多 横溢也是非常的足 要知道这可是一款 A加级车车呀 与速腾是同级别车型 就这样的性价比 完胜大众速腾 它价还达到了4米674 则就两米735 车内的空间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 都非常的宽敞 只不过就是车里的 辅助配置比较低 但是它质量和动力强 保值率高 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去入手 对此您会喜欢吗 以上这三款车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田XRV是小型SUV 非常适合女生代步来开 而且非常的省油耐用 而日常销客则是紧促SUV 如果您继续准备考虑CRV 那么完全可以入手这款车 它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性价比 而且现在降完价之后 国产SUV也都是慌了 入手很划算 而本田思域则是一款A加级车车 现在8万多就能够入手 非常的良心 对此您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